香港疫情持续严峻 日前 特区政府宣布防疫新规 自12月22日零时起 要求所有由中国以外地区敌港人士 在指定酒店接受14天的检疫 由机场到酒店也需搭乘指定交通工具 对此 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医院管理局前主席胡定旭 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这一系列举措将为香港的外防输入工作 加上多重保险 除外防输入外 内防扩散也至关重要 据悉 自12月14日起 香港在增设5间社区检测中心 目前全港共有19间社区检测中心 可供病毒检测服务 每日检测量超过20万次 胡定旭认为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全民检测应由因检进检变为因检必检 香港政府这个防外现在越来越严谨了 这个是好的 之后就是怎么将这个疫情现在压下来了 应检必检的不要精检 我说应该必检 比如这个大厦里边有五个人 我就整个大厦我就疯了 此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透露 特区政府已与两间采用不同技术的疫苗供应商 达成购买协议 首批疫苗最快可于2021年1月抵港 特区政府计划在最短时间内 购得最大量的疫苗供市民免费接种 对此胡定旭表示 疫苗将对疫情控制起到很大作用 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接种工作 这个疫苗是非常管用 这个Lady姐哥还有这个BNT啊 这个还有Astrosynical 这三个是不同的方法去做疫苗 我觉得都挺管用 但是怎么样去用最快的速度 帮香港人去打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那个70%的人打了 我觉得那对香港这个开关啊 对香港控制疫情是很管用的